美國NBA明星賽熱鬧登場 那些人在玩中的遊戲 他們都在那裡玩中的遊戲 你正在騙我嗎 喔 天啊 你正在騙我嗎 比賽一開始 東西兩隊就狂進三分球 他贏了 Yokic 灌籃也像家常便飯 最後公路隊後衛 Damián Lillard 再投進一顆 中線三分球 以創紀錄的比分 221比186 幫東區隊拿下勝利 Damián Lillard 總共投進11季三分球 獲選為今年的MVP 湖人隊的詹皇 Lebron James 雖然負傷 只上場14分鐘 但他也成為NBA史上第一位 連續20年出展全明星的球星 賽前Lebron James 澄清他沒有要轉隊 但我是一個Laker 而我非常幸運 在這六年之中的6年之中 至於會不會退休 則要看身體狀況 我不知道怎麼會結束 但它一定會 它一定會 今年的全明星賽 收視率創下四年來新高 平均觀看人數達到460萬人 比去年增加31% 三分球大賽時 觀看人數更是標達540萬人 今年的三分王 Stephan Curry 在賽後表示 意猶未盡 特別的是 今年也是首次出現 WNBA女球星 與NBA男球星 同場較勁的畫面 TBS新聞總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